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节目会请教中央大学吴大任老师来谈一下我刚刚所讲的像是鲍尔他在最新杰克森栋会议上面所宣示出来的所谓平均的利率水准 达成的平均应该这样讲的就是弹性的通红目标跟最新的联准会的策略的大转变 这次联准会可以讲说是大转弯了 好那这个是等一下会请吴老师来谈 那我们这个阶段来谈一下股市的技术面操作 因为基本上股票的操作有很多面 方方面面有基本面有技术面筹码面各种面 那到底我们应该依循哪一个面呢 可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法 或者说你说我技术面参考我基本面也参考 到底我们应该有一套什么样的准则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在股市上面技术面很厉害的 叫独孤求败 那独孤求败呢出了一本书啊 这个本书我们今天放在直播的画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叫做 赢债修正的股市操盘绝技 是荆州刊所出的 这本书已经是在修订版了 那2015年出了 这个书是2015年出的了 那独孤求败现在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有直播啊 大家上YouTube可以看到直播画面 好那这个名字定为独孤求败 哇这个我记得我以前读金庸小说上面 就令狐冲就跟独孤求败学过嘛 对不对 对啊我 你是因为看了金庸小说所以才 没错 选你的名字叫独孤求败 是单纯是金庸小说米啊 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物 OK好 独孤求败就是 他是找不到对手了啦 所以说他这一生只求一败 对不对 可是实际在教育上常常失败啊 是吗 你是说你常常失败 对我 对对对 OKOK好 好希望 但在长期 长期胜多于败就是重点 对不对 是啊 就累积获利嘛 因为我们说在投资上 不可能没有赔钱嘛 但是啊 小赔大赚是重点嘛 对没错 所以你的策略 我知道你的策略就是小赔大赚 是 没有错啊 严守停损的纪律 然后抓到长波段的投资策略 这个投资 投资报酬率的这个策略 对对对 好那讲一下你的心法吧 以及介绍你这本书 呃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 那我的做法比较偏向你选搭好的股票 好的股票可能用基本面去选啊 对 然后我的进出完全是用技术面 我来去找进出点 嗯 对 那我认知到投资市场上面 如果是赚价差的话 其实重点就是低买高卖嘛 嗯 或是高的卖掉地的买回来 对 就这样子而已 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不管技术面还是基本面 其实对错都是几率 嘿 都是几率 那怎么在几率的世界里面赚到钱的话 重点就是想办法让结果是 你看对的那一把尽量赚多一点 看错的那把尽量赔少一点 然后重复做得好这件事情就好了 对 所以你认为赚赔是因为这个几率的问题 呃 会讲说运气好坏 最近手 对啊 是啊 我最近手气很好 我买到每一把都赚 对不对 哇 最近真的有够衰的走衰运 我买到每一把都赔 对不对 对啊 这就是也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几率嘛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运气也占了某一定的成分 但是我们常讲 这个所谓的赚赔 所谓的大数法则 如果你把这个样本数拉得够大的话 它就会回归到中性了 是 是不是 是 所以我把每次对跟错的几率都当做一半一半 OK 对 然后想办法去做好确实停损 然后看对的话 尽量把部位给抱出去 然后拉开赚 那你这套新法是怎么样发现 或是说你怎么样创立的呢 就跟自己反正做就好了 因为之前在 刚开始进场的时候都赔钱 就是刚开始进场 有赚就赶快跑 就想说我不跑 我怕变赔钱 对 然后后来 赚一点点就跑了 对对对对 然后赔钱的话 就会希望说这个价格它走回来 然后一不小心就会赔很大一笔 所以也没停损 对就不会停损 就是希望它要到账面赚钱才会想出 所以之前投资股票的经验是赚多赚不多 可是赔都赔很多 就是我留着很长的股票都是 熬当熬很久 就是套了很久 那大概多久前 多少年前 刚进场的时候 2000年 2000年到现在 那你 你古龄也20年了 对啊 OK 所以一开始进场的时候 就是吃了很多苦头都赔钱就对了 对其实都是赔的比较多 这个是一般人的故事 大家都几乎都是这样 对对 后来想说 我应该要修正 对 就是想说 就跟输家反着做就好 那我自己就输家 拿自己当镜子就对了 所以我绝对跟自己反着做 OK 那把交易行为 完全来去做个颠倒 好 这个其实一个很好的逻辑 就是说 我要从我过去失败的经验 找到成长的方法 对不对 是啊 因为我过去都是赔钱 所以我 如果我反着做的话 我就会赚钱 是 OK 对 对 所以就把交易的观念跟方法 把它去做一下改变 因为我发现 其实所有的赢家都是 都说过类似的话 比如说让获利本职 然后获利不会会自己照顾自己 之类的话 然后要严守风险 其实大家讲的都是大同小异 所以就是 同一套原则 就是 对 他的精神观念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后来就把这件事情 把它确实做到好 就开始赚到钱了 对 大家经过多久的时间体悟到 经过很久 经过至少要好多好多年才发现说 是哦 所以你一开始就赔了很多年了 对就赔很多年了 我还赔到那个报纸股票 然后都没看他 然后报到下次过 要不要透露哪一档 就新鑫 新鑲 新鑲 这是很久以前的 对对 那个很多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档股票 对对 这是很久以前的股票 对 然后后来就想说我应该怎么样做 我比较可以赚到钱 就是开始做好尽量抱住 可以抱出去 因为我以前有很多经验是 我曾经看好什么商品 或什么股票 我可能买在还不错一点 可是我早就跑掉了 后面一大段我通常没赚到 我就觉得很可惜 好 那你今天把你的新法全面大公开 在这本书上 又来上我们的节目的直播 那你不怕大家都学到这套新法吗 其实没差 其实只要对大家有帮助的 我觉得就是可以分享 因为市场这么大 就像独孤求败焦令狐冲是一样的 是不是 我不敢说 荡剑是 对对对 独孤求剑 对 因为市场这么大 然后你分享可以照顾一些人士好的 是是是 好 这个非常好的想法 好 那我现在想请教你 你可不可以具体把你的策略告诉我们 我策略就是 我们尽量去持有 假设你要做多的话 对 我们尽量去持有 应该一般都是做多了 对 如果是股票的话 对 尽量会去持有增值的资产 不要持有会贬值的资产 我任何商品都是这样看 OK 包括股票 包括基金都是这样子 包括期负选择权 是 对 那在股价上涨的时候 我会持有它 比如说 当军薪多多排列 然后这个股市正强的话 我会持有这张股票 然后等到它走弱的时候 我会把股票给卖掉 这样子做 那像今年三月的时候 行情它是崩盘的 它是大跌的 我在那个时候 在三月六号 就是在三月初 我就发现说 大盘已经完成 技术形态的一个头部完成 然后它出现 一个头比一个头低 它出现三个头 那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不太妙 所以就开始把股票给出清 全部出清 全部出清 就在破断大跌前 全部出清 差不多在一万一千多点 那你是真的是出在高点 对 全部出清 只差最高点 差不多一千点左右 我就撑 因为我尽量抱住我的部位 所以我那部位都是 一万一千点出掉之后呢 然后就过没几天就崩盘了 对 就崩崩崩崩 超级掉下来 然后在那段时间 因为我自己会操作 起步选择群 所以我自己有在放空 OK 就是在这段是放空的 然后概念就是 当你觉得说 价格会下跌的话 就算是好股票 我一样会出清 对 然后我想法是 你这种更低价 接回来就好了 对 就后来你在 什么样价位接回来 我在3月20号 大概是第一个红K 大概是 从8500涨到9000 来一个红K 很厉害 在那边接回来 因为我在操作期货 选择权嘛 所以你个股没有操作 有 就是在放空那段 我股票没有在做 是 就是就做期货选择权 跟 放空ETF的 反一 反一是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判断说 行情在那天 期货选择权的空单会回补 那我就想说 那我顺便去 买一些股票回来 因为我在书里面 有讲个概念就是 高卖低买 可以买更多 就后来 那在8500的时候 你买了哪一些个股呢 我买好多 我大部分是把 高档卖掉的股票 全部买回来 对 因为我想说 例如哪一些 我大部分都是 比较属于那种存股型的 存股型的 比如说 金融股吗 金融股买一些 我总共买了 差不多快40档股票 就买一楼框 你要寄寄金融人 因为我是做资产配置 然后 所以你是以存股金 各行各业的龙头股都买一些 像什么台积电啊 统一啊 类似这种就对了 就是他 他直立不错的 我就买买买 我就各行可以 分散都买 对 然后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 因为我希望可以靠股息生活嘛 那一直持有到现在吗 你从8500买的股票 我从三月底买回来到现在 除了前上个礼拜 有出现很大两根很难看的黑K 我开始出拖一万 礼拜四 礼拜四那个六百点 对 其实我是从底下一度抱上来到上面 OK 然后在上礼拜第一次出拖部分股票 OK 因为我被吓到了 就那天大跌盘中六百点那天 对 OK 就初中大概出拖大概是 五分之一的股票 那也还好嘛 你吓到才出的要百分之二十 你还有百分之八 因为我不确定我是对的 OK 所以我的做法比较像是分批进场 分批出场 像我抄底的时候 我也不确定我当下是对的嘛 所以我买进 除非行情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 就是我买进以后 价格也沾着上涨 我才会再买更多 你就持续加码 持续加码 所以我那天在四天 把所有的部位给买完 因为它四天是 它是持续反弹上涨 对 那在这一波 我在高档第一次卖掉 可是我不确定它会不会下来 因为它卖掉以后就开始反弹了 代表说我之前看法可能是错的 所以我现在还在观望 除非它后面继续下跌 我才会继续出错我的持股 好 那我等一下下一段回来 我要请教独孤求败 就是说现在目前在一万三 是不是一个危险的区位 那以现在目前的整个技术面 来看大盘的话 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谨慎一点 我们该怎么看后市呢 尤其是马上要进入到九月的行情 进入到九月就等于说要进入到第三季了 就是说这个第二季的第三季开始 我们下半第三季 我们该第四季 我们该怎么三四季 我们该怎么操作 我们等一下下个阶段回来 再请教我们现场的来宾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的是 独孤求败 是金周刊出的这本 赢在修正的股市操盘绝技的作者 好那请教你现在目前大盘的结构跟形态 你怎么看 你现在目前这个阶段 你刚刚讲说上个礼拜四有被吓到吗 对 因为7月28号跟8月20号 这两根长黑K 高档出量长黑它是不太好的讯号 然后它连续出两根 所以我在第二根又被吓到 所以然后再加上那天也跌破20日均线 那它其实这一路从3月反弹到现在 它价格一路在5日均跟20日均上面跑 所以在上个礼拜是它破坏结构了 但是后来又连四红拉上来 是 可是这两天又下跌 可是跌势还好了 是 只是它还没有正式的突破创新高 对 那以现在来看的话 我先看区间整理 嗯哼 就先看区间整理 OK 然后先部分获利出场 OK 然后看后面 减码就对了 是减码 我是减码 减到几成 呃剩下五分之四 然后我就减百分之二十而已 OK 所以就是上礼拜四减码之后就没动了就对了 就没动了 我在观察 然后小小放空 放空一些股票 OK 好小小放空 锁住一些那个利润就对了 对 OK 好 所以听起来独孤求败的操作策略是很灵活 而且对大盘的动态哦 借心也很高 对不对 是很高 这是不是我们一般在股市操作上面 我们必须要遵守的一些 一些原则呢 呃 其实我是觉得所有的涨跌的的理由跟原因它最后都反映在价格上面 没错 对 所以 价格才是真的吗 诶 价格是最后的结果 嗯 对 因为影响的关键因素太多了 所以我就全部看价格 嗯 那在高档出量它是不太好的一个交易的讯号 代表说有人赚钱先跑掉了嘛 嗯 那先跑掉它会不会立刻买回来 它在观察 嗯 对 那如果它不买 它不买 如果它继续卖 价格就会向下掉 嗯 所以在高档出量的时候 我会特别的提防 因为在历史的高档出量的长黑 尤其是现在出现两根长黑要特别的小心一点 嗯 你说两根长黑就是 一个728就是 8月20号 对 728号 就是台阶内涨停那一天 728就是台阶内第二根涨停板那一天嘛 对 涨停打开第一天 对 那就是史上的 史上的这个最大量 后来又被8月20号那天给破了最大量 对 就这两根黑黑你觉得是 你让你担心的地方 就是代表说有聪明钱 嗯 在高档 嗯 它蹭高把货倒给赏户了嘛 好了解 因为它开非常高 有人经常去追 然后它是 你要我就给你啊 呵呵呵 然后就换手 换到赏户的身上 嗯 所以现在我觉得 就算股票操作难度也会变高吧 我的看法是这样 8月就很难操了啊 是啊 因为它在一个 区间 而且区坡都蛮大的 所以我会很怕 接下来的行情跟2018年一样 就是在一整年 在一个超大的一个乡序里面 它上也不上 下也不下 那2018年后面的结局就是崩 呃 他盘了 他在那边 对对对 他盘了非常久 大概一万到一万一嘛 对对对 盘了大概大半年之后 就后面就整个十月就崩下来 对对对 没错没错 没错 那我们现在先看区间嘛 就看行情告诉我们 后面会往那边走 OK 先定一个方向 最听都没有听到 就是独孤求败 他对于这个行情的观察 是很仔细的 而且他是保持高度的戒心 但是该进场的时候 也毫不犹豫的就 给他狠狠的买下去就对了 对啊 但是颇段行情 给他持续爆 这也是一个重点 而不是说只赚一个 赢头小利就 对对对 你讲那个关键的 就是我在投资上面 我领悟一个道理 就是你进的快 要出的慢 就是如果你去超低 你买的非常快 但是大部分人都相反 进的慢出的快 对啊 对啊 就是你竟然都买到这么低的点 你何必急着出 对啊 所以我就 反正大不了停损嘛 所以我那个时候想法是 只要不停损 我就会尽量爆 那最近是第一次 感觉有戒心的时候 OK 就是说从8500一路上来 你都很安心 对 但是最近你就开始 提高警觉了 对对对 好好好 那一般个股的操作策略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是大盘嘛 那个股的部分 你要不要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就是你成功的案例 成功的案例 报个大波段的 让我们来羡慕一下 其实我的股票 我主要是跟着大盘来去做操作 只要大盘不好 我会全砍 只要大盘 所以大盘是重要的先学前提 因为大盘不好 什么都不好 对啊 就是好的坏的全部都跌 连台积元都要砍就对了 对对对 全砍 如果大盘好的话 大盘止跌的话 我会全部买回来 那我今年就操作一趟 我不敢买什么股票 就是一趟而已 然后后面没什么再看 所以你的交易成本也低吗 股票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比较低一些 所以在上一档 我比较不会太担心 你过去这么20年来 你最成功的一档股票是什么 讲来听听吧 不要不好意思了 都已经来上直播了 对啊 给我们羡慕一下 其实我不觉得 有什么最成功的 因为什么股票对来讲都是 它都是一个累积财富的一个过程 哪一档赚多的吗 就是波段怎么买进的 当时选的这个股票的原则是什么 然后你怎么可以报那么大一段的 其实我第一次报波段是在2008年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股灾 08年那一次也是次贷风暴 对那跌得非常惨 而且那时那个那次跌的时间很久 跌了跌了一年半了 对那今年算是超快的 那个时候非常慢 时尚这段熊市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非常慢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 因为它跌了一阵子以后 在在底部谈平嘛 我就看一下 好像没有要跌的样子 然后看一下有非常多股票 其实它算值利率都很高 比如说像联勇啊 或是一些远雄 或是一些股票 就是台阶电机 你看得很广 从联勇看到远雄 就是到处看一看 对然后觉得他们的价格 还算是相对是低的 然后值利率有超过10% 那我想说那我现在进场减股票的话 我就算套了 我至少还有10%的利息可以收 对那我觉得 我的宿命应该不太大 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呃去在抄底 然后去 我因为钱没有很多 所以我那个时候贷款 哦你有贷什么 贷款 哦你有贷款 我享受这么好的机会 去贷款去买股票 把房子抵押贷款出来 贷款就买股票 哇杠杆压得很大哦 因为因为我觉得 嗯 其实贷款的好坏 取决于你的投资 是不是是不是好的 嗯哼 因为大改利息只有一%多嘛 对 可是虎息有10% 对 对 有赛 利差就有8%了 套利 嗯哼 那你 那你不会输啊 pane 氟 那不会输就完了 对 所以我那个时候去买 然后一路从底下 一路包在上面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知道说 遇到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出手机会 对 所以那个时候股票也翻了好几倍 其实价格我有点忘了 他大概从30级就翻到破百 你是说远雄是不是 远雄应该没有破百了 连勇吗 连勇应该那时候也没有30级 我来看一下 对就是在那个时候 股价是相对是比较 有那个时候价格有到20级 谁啊 连勇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 连勇跌到20级 哇 连勇今年涨到350 对 所以那个时候 对 可惜我没有报到现在 你报到现在我就叫你神了好不好 不叫你独孤求败 我叫你独孤求神了 对啊 中间有换了 对 好可惜 对啊 所以就是在那个时候 有这种成功 连勇有到过20级 真的是 所以就知道说 当股债的时候 反而是一个可以建商 可是 可是有前提的 前提是你手上有现金 对啊 而且前提是你手上有房子 房子还没房贷还可以去抵押啊 像你这样子的 我多带一些而已啊 哦 真带就对了 对 给真带 对 对 然后 而且前提是 最好是股票有在高涨线卖掉 要不然在底下你不敢买 因为你已经赔钱了 好 那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帮听众朋友挖这个 独孤求败挖了很多了 大家如果还有更多不理解的时候 他有输嘛 好 那最后请教你了 因为你现在也是职业操盘人嘛 对不对 对啊 就是说把以前的工作辞掉 那在最后给我们一些听众朋友 最后一个建议好了 就是说你如果想要当一个职业操盘人 像你这样子的话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心态跟条件 条件是你要先有办法靠投资赚到钱 才能去离职 不然没饭吃就对了 对啊 要不然你把好好工作给辞掉 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赢呢 OK 对啊 所以你要先确计你会赚钱 再考虑离职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就已经有实际赚钱的心法了 已经有实际的成果 然后再去离职 然后再来是 你要在 因为做专职教育是很孤独的 所以你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 所以才会叫做独孤求败 因为一个人在家里看盘 的确是孤独的 是很孤独的 而且赚赔的喜悦跟痛苦都要自己承受 对不对